大家知不知道澳門已經連續十年派錢 澳門財政預算案的施政報告已經說了 澳門跟去年一樣 澳門的想法就說不要搞那麼多 沒有理由扣的 又說不想加 照舊吧 今年會繼續派 如果你是澳門永久居民 就不知九千元 如果你不是澳門永久居民 也有五千多元 還有其他津貼 學習 之前有人說過澳門一年 鼓勵你進修的澳門政府 一年會給你學習 例如學車 學英文 德文 法文 日文都可以 唯獨香港就不用恨了 你一輩子都不用指而會有機會 然後他說派錢其實已經連續派了十年了 即是已經是 不知道 第一年開始派 澳門已經連續派了十年了 第一年派的時候就五千元 然後有時候好像不知小朋友也有的 即是一開始好像不知大人才派 即是慢慢慢慢改善 或者怎樣 就多很多錢的 香港就 派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要放入強積金 即不是給你啦 給基金佬 第二 不知道隔了幾 被人罵到飛天 然後就真的派六千元啦 不過還是要等很久 還是怎樣啦 什麼Dark Soul 3可以學英文 可以學 學到什麼Action 1 那些這樣啦 你就可以學到一點點 你們怎麼看 有錢就好了 可以去玩 澳門的人都是這樣 總之年年就有一點點 我有些朋友就是什麼 我就說過了 有澳門身份證 有香港身份證 那他就定期又去澳門拿些錢 又說可以去旅行 多筆錢 還是怎樣 又是什麼 吹到派錢沒有意思 怎麼會沒有意思啊 派錢 怎麼會 最實際的 最基本的 沒事做 就像你香港政府做什麼措施 說什麼益利 怎樣怎樣怎樣 蓋什麼基建 什麼特區政府會放多少錢下去 哪邊 哪邊 你用不著啦 是不是 之前有搞過一些不知什麼基金 還是怎樣 不太記得 什麼基金 進修基金 持續進修基金 好像是 然後又被人騙 拿來 有些人開一些學店 還是假學校 還是怎樣 結果又是被人騙了 例如開一間 XX學堂 假裝是 教你東西的 教你什麼現代商業 什麼東西 然後就不知道那些人就在這裏 那些學生就在這裏 說我可以在這裏報錢 在這裏讀過課程 還是怎樣 可能根本沒有教讀 或是怎樣 在這裏訓練 這樣 因為進修基金的錢就不是直接給你袋袋的 他就不知道是說 你不知道你先交 即是給教育機構 例如你要先交學費 才交 即是他不知道不知道什麼 CAM 錢 還是怎樣的類似 我不記得 總之就是 錢都是直接賺到機構那裏 就不是給你 所以就是有些人在騙錢 還是怎樣的 所以不是說搞那麼多東西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直接派錢是最好的 庫房儲錢 香港經常說什麼 我們的什麼儲備 不知道多少 多少億 我心想主要是把鬼 主要是整個 我才知道是比美國富可敵國強 比美國有鬼用 在銀行戶口那裏有鬼用 比美國又怎樣 沒有意思啊 要用得著 用在好的地方 美國沒有儲備 有空印印銀子 只是買債券 美國的財政就是這樣做 所以就是這樣 儲錢 儲錢是要儲的 儲太多就沒有用 儲備用來支援匯率 文科仔多少億啊 還未夠儲備 儲了不知多少年 每次問派錢說什麼 就是講這些 你這些說話就是跟那些官康講的 你夠厲害 你就不用跟別人維持匯率 每個人看你頭 又不見什麼美元要 不如我們跟港幣 我們一定要弄到剛剛好 對七個多 有沒有這樣做 你夠勃夠厲害 別人就跟你了 你不夠厲害 你就要跟別人 對 剛剛 現在已經算穩定 還有有些人都說過 不如是否考慮一下 脫 脫 這個掛鉤 有時也有些人質疑過 這個匯率是否有這樣的必要 香港經濟不好的時候 然後 物價又要高過人 競爭力下降 香港也有些人敢說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只有一個限制 你不用指望我們有什麼 香港會派錢 香港那些什麼 你猜下年會有什麼利民的措施 或者你們派堂 只說什麼派堂 沒有一流 那些所謂的堂 比在我眼中更差 砂糖 就是你平時去茶餐廳喝東西 砂糖 因為有一包糖給你放進熱奶茶 熱咖啡那裡 那一粒 一點你放進口裡 你都會馬上感覺到甜味 當然他這些是完全沒有的 比他還小 他那粒糖 香港政府的糖 是小到完全感覺不到 就好像你那些什麼無糖 什麼綠低糖綠茶喝下去 你完全是完全沒有feel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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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毫克 那些什麼感覺 就什麼派堂 完全沒有 他形容的詞語是完全失蹈 沒有 完全感覺不到甜味 什麼味道是糖 吃下去也要咀兩口 什麼黑加輪子 小小粒 什麼瑞士糖 咀兩口 有趙頭的 吃完你都會知道 不吃了糖 那些砂糖那粒 也不是 納米糖 對吧 所以就 這些我就覺得 嘩 吃了 吃了